中国南方有两个大岛 一个是台湾 另一个就是海南 海南简称穷 为了加强穷台两地的物产跟文化交流 建构两岸同胞共同的华夏精神 海南省海口市 特别组成经贸投资考察团 2019年3月19号到23号 前来台湾高雄 云林 彰化 南投 新北等地 了解台湾各地风土人情 参观跟拜会重要的负责单位机关 许多大陆企业代表 也当场签约下订单 采购许多台湾的游艇 农特产品跟文创商品 希望促成海峡两岸更多的合作交流 主要是抱着一颗学习的心态 来到我们的台湾地区 确实看到了很多新的东西 尤其是游艇产业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农业观光生态 这个产业体系 我们认为啊 工匠精神必不可少 一定要用匠人的精神来生产 运营产品 才能够获得消费者的心力 海口市经贸投资考察团也在3月20号前往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 希望有机会扩大穷台之间更多的旅游商机 随后也前往高雄市酒吧集团经营的文创咖啡店 见证海口市中博文化传媒公司跟酒吧集团的签约仪式 我们是想把酒吧的这个三高茶引到我们海南去 我们第一次签约呢 三千万 我们争取在三年之内能实现三个亿的这个落地在海南 最大的力度是东西卖出去前进来啊 这次海口市经贸投资考察团也抽空前往墾丁 了解台湾南部的观光旅游市场 3月23号中午还特别到南投县竹山镇的紫南宫拜拜 祈求两岸同胞繁荣富足国泰民安 因为紫南宫是台湾三大土地公庙之一 神威显赫文明中外已经成为台湾中部的观光旅游圣地 许多信众都相当相信紫南宫可以替他们逢凶化吉 转为为安 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那个我也可能感觉到 那紫南宫的土地公爷爷可能是跟我有缘 也帮了我的忙 知我 然后过了一个那么大的一个节 谢谢他 我们要代表紫南宫土地公土地婆 欢迎我们大陆的同胞和一些官员到紫南宫来参访 最主要是非常好的消息 他要跟我们南投县政府签一些合同 就是带团来观光 甚至于来买南投县的农产品 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我们土地公土地婆也非常高兴 除了到南投县竹山镇的紫南宫参拜之外 海口市投资考察团还前往竹山金竹卫餐厅会议室 在南投县副县长陈振生的见证下 举办海南省新宝岛贸易公司 跟竹山农会采购农特产品的签约仪式 希望能替农民开发更多行销通路 让两岸农业跟宗教文化有更密切的交流 记者陈文旭 萧友金 高雄南投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